大家好,我是鱼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龙垂川骑场186 生侠35,蝴蝶34,飞猎手11,潮汐62 无存残所,骑场200,生侠38,蝴蝶37,飞猎手12,潮汐65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骑场香宝箱飞猎手,潮汐自己戏参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 开局要来到虎口矿场的这一个中枢性标 左上角,这个中枢性标 好,到这里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过来,这里有一个浮复桥乡 你先的,捡起来 捡起来往西北方向地图住换脚这边走 好,注意看我们右手边有两个帐篷 右手边两个帐篷,在第一个帐篷 这里是一个基准桥乡,捡起来潮汐草 好,捡起来之后,我们往北方向 上方这边这条路 从这条路沿着条路往前走 这里一直沿着这条土路啊,一直往前走 能看到,这边有一个 基准墙箱,以及一个 这个什么细成蝶 我们来到细成蝶这里 摸一下细成蝶 它这个东西也是这样的啊 细成蝶带领我们打住者 就跟着它打就行啊 就跟着它打就行啊 其实就是转一个圈 也可以不用跟它啊 就直接去打就行 好,这边转一个圈之后啊 就解锁了这个基准桥乡 拿到它,拿到之后 东北方向地处就算了 在桥对面,有一个 易碎的石头 我来把这个石头打掉 里面一个朴素奇藏箱 捡起来,先会排行用的啊 捡起来这一个奇藏箱 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这边从来的这条路的左边啊 这里往上走 好,这里前方一个潮汐之一 来八怪清一下 那我们清到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石头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啊 东方向偏哪一点 地图的右边偏下一点啊 从这边往前走 好,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来清一下怪 那我们清到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你拿到奖励之后 继续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往前走 这里过来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那我们清到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酬劳之外的收获 拿到奖励之后 再把石头转到 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我们 从爬上对面的这个悬崖 爬上来前方这里有个平台 从这个平台爬上去啊 上面是一个潮汐之一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那清了怪之后 来开启这个潮汐之一奖励 来常用场 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石头转到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从这边走到悬崖便 直接跳下去 直接跳下去 往前飞 啊,这边 能看到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好,那我们来 把这波怪清掉 我待会让我们切换怪之后呢 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山洞 去山洞里面走 这边稍微右拐 从这里 从这里 从这里下去 一直直接往前飞 一直走到悬崖便 走到悬崖便 走到悬崖便 然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有一个潮汐之一 下面啊 好,我们下来把这波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继续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在对面有一个锚点 对面有一个锚点 对面有一个锚点 我们冲 来,我们跑过去开一下锚点 不要着急 下面这个潮汐之一 先把锚点打开 这里不然一会儿 比较难爬 先过来开了锚点 好,那开了锚点之后 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跳去 下来把这个潮汐之一打掉 好,那打掉之后 我们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再把锚点转到东方向地图一遍 从这边接条路 这边接条路往前走 在前面这里是一个无音区 好,我们走到无音区的正中间 然后把锚点转到东方向地图一遍 这边有一条上去的路 从这条路往上走 跟着这条路 右拐 跟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 一直走 走到路的尽头 这边有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是可以砍碎的 砍碎它 你看 好,那我们 经过一段文字 然后继续沿着跳路 往外面走 一直走出来 这边是一个怪物正手的奇藏箱 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精密奇藏箱 紧其 拿到这个奇藏箱 在我们的南方向就下方 那个平台上 有一颗生霞 这个生霞我们往我们的左手边 现在的东方向地图边 我们爬高一点 然后才能跳上去 然后才能跳上去 那边爬是爬不了 好,爬高一点 然后这里 我们走到一个悬崖那边 走到悬崖那边 然后直接 跳起来冲刺 跳起来冲刺 然后使用勾索 跳起来冲刺勾索 然后飞过来 这里拿到这一颗生霞 好,那这边拿到生霞之后 我们再往末门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下跳 过去开一下锚点 好的,那开了这个锚点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 荒岩 荒岐延赫 下方的这个 中 中书姓标 好,到这里之后 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跳下来 好,我们来到这边墙这里 然后往我们背后看 这边有一个荆棘 荆棘里面是一个基准墙墙 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过来把这个炸药捡起来 好 把炸药捡起来 然后回头 把荆棘给它炸掉 烧料 烧料的话里面 拿到这一个基准墙墙 很请用契机余落 好,那拿到这一个基准墙墙 然后我们再继续 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从这里往下走 好,跳下来 跳下来之后我们回头 在这边墙根这里有一个石头 把这个石头打碎 里面有一个浦瘦其糖香 百香用草 剪起来这个其糖香 往我们的西方向 地图左边 切着这个山绕过去 好,那这边的话 有一个细生碟 摸一下 好,包括我们左边那个 那个叫什么 把潮汐之仪 米也给它清掉 好,这边过去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切到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好了,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回头 继续去把细生碟 继续摸塔 继续跟着它走 好,这里一直跟着它走 好,这边把它送到尾之后 我们从山洞的下方 东北方向地图三角 这边走出山洞 走到海边 走到岸边 好,一直走到岸边 然后再把尸角转到我们的 动弹方向地图右下角 从这边往前走 沿着这边这条路走过来 好,那在我们前方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解密啊 我们把旁边这个炸药 捡起来 放到 放到底座上 放到底座上 那在我们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一个石头 砍碎 再把里面的柱子砍掉 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一根 好,然后北方向地图上双 里面还有一个 好的,三根柱子砍掉之后 过来拿到这个基准墙上 拿到之后再继续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我们往前走 这里是一个怪物正手 好,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拿到这个基准墙上 拿到之后再把视角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从这边 从这边往前走 好,本来是看到有一个潮汐之椅 走着走着它消失了 这边有个任务 要出发一下 好,这边是一个解救它 八怪清一下 好,那清了怪之后和这个流放者对个话 好的,对话完 我们接到一个任务叫 决射决斗本射 那现在我们在原地下线上线 好,那我们上来之后 这一个潮汐之椅就出现了 清一下怪 好的,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椅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块石头的背后 这边有一个易塞的石头 砍掉塔 里面是一个朴素奇藏箱 拿到这个朴素奇藏箱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从这里到对岸去 走到对岸 再继续往前走 这边有块空地 空地的中央是一个挑战 过来打一下怪 好,挑战完成 拿到这个基准其他箱 调劳之外的时候 拿到这个其他箱之后 你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上爬 好,爬上来 然后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我们去到海岸边 好,从这个海岸边这里 沿着海岸边往前走 那在下面有一个飞猎手啊 我们掏出这个攻手 枪手角色啊 这里准备好突袭 OK 来 好,这里拿到飞猎手 然后把飞猎手 转回到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 这边往上爬 爬上来之后 现在我们要往西方向 地图左边 这里有个缝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 这里有个缝啊 我们又爬到这个缝里面 好,到这里我们稍微等一下体力啊 等把体力回满 然后再继续往爬 好,这边爬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 右手边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个草丛的背后 这里有一个基盾墙像 从往捡起来去其他项 然后再 归你 出来我们要爬到这个肩上啊 肩上有一个生霞 好,我们拿到这个生霞 然后私聊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这边我来跳 跳到前方的岸边 下面那个分岔路口的岸边啊 岸边这里有几个箱子 在木箱子的中间 这里有一个朴素喜上香 捡起来这个朴素喜上香 然后再把视角转到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从这边往前走 这边走过来 前方能看到有一个细生蝶 来摸一下 跟着它走 一路把它送到位 好,这里送到位之后 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传送到我们上方这一个锅点 好的,那过来之后 把视角转到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从这边往前走 走到前方的这棵树下 这边这棵树下 那在这棵树下 然后再继续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有这个叫什么花迅 这个蘑菇啊 给它捡起来 捡起来四个 然后回头 在刚才那棵树下 就出现了一个 朴素喜上香 我们过来捡 拿一下啊 有机会 拿到这一个朴素喜上香 然后我们再回头 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前走 在前方的 这个悬崖边啊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来清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打开任务列表啊 找到我们刚才在那边 接的那个任务 叫决斗本色 点击据重目标 好,接着 接着 接着 跟着任务指引 跑过去 这边过来和这个 折缘对话 好,对话完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右边这边 有个流放者啊 我们来到这个 流放者的地方 然后我们右边看 这里有块红色的铁皮 顺着这个铁皮往上爬 翻过铁皮 跳下去啊 这边这里面 能看到一个 浮速其他箱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 从刚才一个铁皮 这里爬出去 好,爬出来 然后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 跟着任务指引 过来找NPC对话 好的 继续和这边这个NPC对话 好,这任务就是给他 后面这个宝箱了 好,那现在我们要去 领什么出入证啊 直接跟着任务指引走啊 好,然后再回去 这边直接往上走 诶 好,现在我们再往上啊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头左边 这里跟着勾着啊 勾上来 好,然后往对面 好,那来到这一层 然后在这个楼梯的底部啊 往左侧看 左侧绕过来 这边是一个朴素其他箱 捡起来 楼梯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回去啊 跟着这个楼梯往上走 楼梯往上走 跟着任务指引 这边跳过去 再继续右拐 往这里要去到对面 跳起来冲刺 勾索 这边上来 上来之后再右拐 楼梯上去 上来触发 接着从这个树 垂直的这个楼梯啊 往上走 往上爬 好,这里再爬上来 这里有一个基准前向 撿起来 撿起来之后 我们再去到对楼顶上啊 好,拿到之后 先别着急往下去做任务 我们先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跳起来 好,这里沿着路往前走 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有一只细金蝶 细身蝶 摸一下这个细身蝶 然后再继续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过来把这个锚点打开 打开了锚点之后 我们再把这条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回来 摸这个细身蝶 好,这里把细身蝶带上往前 这边路上在我们的左侧 有一个怪物镇守的箱子啊 好,我们来把这一波怪清一下 好,拿到这里清完了怪之后 拿到这个灰光奇长巷 然后之外的时候 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 东南 东方向地图一边啊 这边继续来把这个细身蝶 送到位 好,它到位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是一个副本 过来把这个副本顺手开甲 好,这里开了副本之后 然后我们再 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我们绕一下 东方向地图一边 好,在前方 这边肩上啊 有一颗生蝶 好,来 拿一下 拿到我生蝶之后 我们再往西南方向地图 左下角touch 继续做任务 来,对话 好,这里是那个达巴挑战啊 套出枪手角色 诶 哦 等一下 要和大家对话才开始啊 好,然后过来 开启挑战 好,挑战成功 然后来和接待员对话 好,现在我们把时间调整到 什么下午五点后啊 如果你是 直接是下午五点后 你就不要拐了啊 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我们从大门走出来 走出来往前走 走到岸边啊 走到岸边啊 走到岸边 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里上面有一个生霞 这棵树的顶部有一棵生霞 好,拿到这棵生霞 然后再往东方向地图边 继续去做任务啊 这个任务后续全都是任务指引啊 什么什么的啊 就是比较,比较长 那我就不接着往下录了啊 我直接跳到最好拿宝箱那里啊 这里我就切一刀 好的,那我们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好,跟着任务指引啊 一路跟着任务指引 我会来找他对个话来完成之后 这边这个宝箱就可以开了 酬劳之后 拿到这个灰光奇长相归你 拿到这个奇长相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拜拜 拜拜